繼續來了解小米12系列的最新消息 今年3月,小米憑藉一款頂級旗艦小米11串 給不少用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萊君稱小米11串為巔峰影像,安卓之光 因為該機的相機規格確實令人驚訝 即將來到2022年,我們事實後該談論起下一代小米12系列了 而根據最新爆料的消息來看 2022年的年度旗艦小米12系列 在相機規格上還會進一步升級 現在有博主曝光了一則消息 其表示,明年小米有兩台影像旗艦工程機 都是5000萬像素三攝方案 超大底主攝加高素質超廣角加高像素長焦組成的三攝系統 如果該消息屬實的話 那麼這其中一款必定就由小米12 Ultra 屆時,這款手機將成為小米史上最強的配置手機 是新一代的安卓之光 另外,小米12系列其他配置會迎來巨大的升級 核心配置上,該機將配備一顆最新的旗艦芯片 這顆芯片基於三星4nm製作工藝打造 採用三重級CPU設計 其中,效龍898的超大核心是最新的X2構架 頻率將達到3.09Hz 另外,還有三顆頻率為2.4GHz的大核心 和四顆頻率為1.8GHz的小核心 安兔兔跑分有望首次突破百萬 在續航方面 小米12系列會配備5000mAh 超大容量高密度電池 同時快充功率會進行升級 因此充電速度也會更快 在屏幕規格上 小米12系列將採用三星E5發光材料 在各項參數上會進一步升級 並且還具有LTPO自適應刷新率技術 可以實現1-120Hz的自適應刷新率條件 同時,在外觀上 小米12系列還會採用全新的設計語言 有消息稱 小米12系列會參考小米CVA的設計 正面是居中挖孔微曲屏 背面依然是巨型的相機模塊 值得一提的是 有爆料還指出 小米12標準版會加入陶瓷後殼 這是小米過去在頂派機型上才適用的材料 它能夠帶來玻璃材料 無法呈現的質感和手感 陶瓷機身一直是高端機的象徵 並且也得到了很多消費者歡迎 如果小米12標準版會加入陶瓷機身的話 那麼必定會成為更多消費者購買的主要版本 據悉,小米12標準版將在12月中旬發布 意味著距離開機發布只有不到兩月時間了 至於小米12 Ultra和12 Pro型號 或許要明年第一季度發布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